终于要出国了 第一站是越南 这里是广西的东兴 这里呢就是出境人员通道 我们一行五个人 海哥小马哥还有马嫂还有 强哥啊 我们五个去越南首先要换点越南的换两千块钱人民币的 两千块钱能换多少啊 大姐 650万 我直接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用两千块钱换了650万越南盾啊 一共13张面值是50万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去了 刚刚过了安检走向了中越友谊大桥 最近一段时间说去越南去越南 终于 去越南了啊 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 希望有一个美好的 开始 刚来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这个国门大酒店啊 这边是咱们的国家东兴市啊 这里中间有一条斑马线啊 斑马线这边就是我们中国 过了这座过了这条线啊 就到达越南了 这边就属于越南了啊 我们在这边住的时候手机的信号啊 有时候会晚一个小时 因为他收集的可能是越南这边的信号啊 说实话 第一次出国心里有点忐忑 不知道越南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矿盈炸 我们不怕 不怕是吧 我给你们当保镖啊 胖胖的保镖 海哥 我第一次给了你啊 第一次出国 给你出国的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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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海哥直接给100万不用 我换过了 哈哈哈哈 跟着老大走啊 还是比较 靠谱的 身后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对 第一次走出国门 真的是尴尬万全 这是马嫂丛丛 我们还没有办手机卡 到了 越南这边就要买一张 流量卡 因为我们国内的手机卡 在越南使用的话 费用是比较高的 刚才走过了那条线啊 这边就是越南 的境内了 大家看一下上面就是越南语了 也有我们的中文 越南语现在是不认识的 过段时间看要不要学习一下 刚刚过了越南这边的安家 现在 已经属于越南了 看一下 路边的招牌啊 都是越南语的 可是看不懂啊 就像做梦一样啊 海哥请了一个翻译啊 中国朋友介绍的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什么时候 看一下这些饮料 请坐 请坐啊 跟咱们那边已经不一样了啊 哎 这个是咱们 那边的我哈哈 马总 请坐 请坐 头都哪里瓦 头都底里瓦 怎么没底气了我们 哈哈哈哈 我感觉有好多东西不敢拍呀 是的啊 那恐惧感 慢慢来 对 3万一个的椰子你们喝过没有 三万越南炖啊 相当于人民币 10块钱 不到10块啊 还挺钱的啊 喝完椰子了 大家看一下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东兴市啊 这边就是 盲街 等一下在周边逛一逛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车牌号 是白底黑字的 这是越南盲街的出租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道路 方向跟我们国内是一致的 都是靠右行驶 这里有一台开美瑞 银鼎 像 麦巴赫一样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 酒店 我们的翻译 帮我们找 看起来还挺新的啊 现在进来这个宾馆了 让老板 带我们先看一下房间 一间大概多少钱 看他的 老板会讲中文的 白日库的 一个床 两个床 修个床 一个床 两个床 修百千 多少钱 修百千 40万 40万 相当于人民币多少 100多 100多 来我们看一下房间 100人民币 现在是三十五 大厂 哦 哦 四个床 哦 这样的 哇 还挺好看的这个这个这个床啊 红木的 七个床 几个床 很漂亮 啊 有卫生间吗 哎呦 这个标间啊 40万越南的 相当于人民币120左右是吧 对 那个四个床的呢 几百万 七七七百万 七十 七十块钱啊 七十万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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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万越南币 对对 一百 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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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的 刚才看的那几间房 没有定 呃 感觉不太适合我们住 我们在附近再找一家 我们现在来到了咱们中国人开的 红韵酒店 哎 这个酒店看的不错啊 今天老大带我们 住一个豪华酒店 不知道要 多少钱人民币啊 啥情况 马哥 你的滑子掉出来了吗 真的 是你的滑子吗 马哥带这么多滑子过来啊 漏了 不是KTV我们是要住啊 呃 住啊hotel 酒店的你们打酒店 我们住 住啊 睡觉 我我我我知道了 一来m的嘛 我说开啥的 那边的 马哥 早几天找了有半个小时了吧 别烦我 第一次出会有点晕呀是吧 拿东西拿的特多 不要烦你 你咋弄的坏了 他是他 买一个好的拉杆箱马哥 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是我的 是你的 这马少会给马哥省钱啊 这个赵不良的 你赵不良的 我还没讲完 还是 还是祖传的啊 这边应该是酒店大堂了 看着有点像五星级酒店 应该就是的啊上面是五颗星 看大门口这个牌子 五星级的 hotel 是吗 是 哦好 哇 这房价不便宜啊看起来 这上面是人民币吗 880 我来个去 有点小贵哦 刚才那个五星级酒店确实有点贵啊 呃打腕则是400多 像我们出来旅游的话 能省一点吃一点啊 哦 在对面 这里看看 这店你开的 哦 我们的翻译小哥 你叫 我叫阿锦 阿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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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类似于民宿 看一下 这边是安静一点的 四楼 我四楼 看看这个房间 还可以挺沾进的 就是房间有点小 有没有大一点的 这晚上就盖一个毛毯吗 没有被子吗 晚上是盖这个吗 晚上是盖这个吗 有没有一次性被灶 有啊 一次性的被灶 有啊 就是干净是挺干净的 就是这个这个不太习惯 这个这个没有没有没有一次性的吗 不过啊啊 换一下哦 再给你换是吧 哦 有吗 估计你睡不习惯还有 这房间有点小 然后这个盖的还是一种毛毯 没有一次性的那个被灶 啊 那边换一家 哎呀 找个酒店真难啊 初次来到国外真的有点不习惯 找酒店找了一个小处的 还没有找到何处的 要么就是那个房间太小了 要么就是那个风格 有点不习惯反正 我们再转转吧 这边的话也不知道有没有 啊 订酒店的软件 如果有的话就方便一点 因为我们刚来还不太熟悉 找了一个民宿 大街 哈喽 哈喽 一百块钱一家 这个小马跟马嫂他们两个住 还挺干净的 上来还要换拖鞋 看到没有 然后我跟海哥还有强哥 住到这边的标签 一个大床 一个小床 这是卫生间 直接去魂了一家 那个 雪白雪白的 19号直接去魂徒 马嫂 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 太美了 阳台好矮 对 是一点 对 然后你看转圈的阳台 第一次到异国他乡越南 酒店找了一个多小时 主要是对这边人生低不熟 还好有一个翻译小哥 虽然走路走得有点筋疲力尽 但是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最近就在越南拍一拍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旁边 那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